中国现在文革的这套东西大有卷土从来之势 正好徐有余先生是文革研究大家 那么我今天把徐有余先生请到了我们的岛博士 请他来一块跟我们讨论文革问题 徐有余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徐有余先生是原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 现在退休了对吧 早就退了 现在徐有余先生在美国新school 就是newschool这个学校做访问教授 今天我很荣幸 把他请到我们的岩博士来讨论文革问题 那么徐有余先生刚刚在香港参加一个文革问题的研导会 就从你参加香港的文革研导会说起 据说文革的这个毛左门这次到跑到了香港去搅局 把这个大会搅得不亦落伙 您该说说的情况 本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是召开一个文革50周年的研导会 大家来反思文革也不想发表很多批评意见跟评论 主要是把事实搞清楚 认识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让年轻人更多的知道文革 从中自己来引出结论 结果会上有一批人来在那里发表很多不同的意见 当然这种意见本来是可以发表的 但是后来反正还是有些戏剧性场面 比方有一个人在那里高福 老主席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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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邓小平 这种东西就还是有点 是超出闪鬼吧 大家觉得一个研讨会怎么这么 狂呼口号的 他也不是发言者 他就是听众 但是他发言其实会议主持人也允许他们发言 主要是这种反正跟会议是有点出格的东西 大家还是有点感到有点新鲜就是了 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些事情也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当然我也个人也很希望听到 但是这种不管会议主持者的这种听下的会议的发言的规矩 这种有点大红大龙的意思 是否想起文革的场景 想起文革的场景 我记得香港的这个文革这么火热 就是包括闹到你们会场区 我想跟这个大陆这边有关系 大陆这边我们也知道最近中国的很多故事 首先是1月5号这个山东一个教授 这个地方是出义和团的地方 义和团的地方是从山东搞起来的 所以我听山东老乡荣建先生说 说山东人这是不争气 他在怪自己老乡不争气 首先这个事情是山东建筑大学的一个叫邓湘超的教授 就是因为批毛 失掉了自己的政治待遇 比如说什么省政府的昌寺啊 省政协的常委啊都给他抹掉了 之后呢教学活动也停掉了 这是最初的一个1月5号的一个事件 在邓湘超教授被处理之后呢 这个河南落荷有一个广播电视台有一个员工 他叫刘勇 他因为申议员这个邓湘超呢 被他也丢掉饭碗了 被叫做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今天呢最新的一个消息是 这个石家庄的一个文化局副局长左冲和 就是因为这个批毛 被丢掉了这个丢掉了官职 就地免职 还有一个呢叫深刻检查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行政处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导播给把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播一下这个处理左冲和的这个视频 看看这个我们再再讨论 这个视频呢是这个当地啊 就是说这个受组织委托呢 向当场在官方的这个办公楼面前 游行思维的毛左门解释 官方是如何处理这个左冲和的 因为因为这个是可能有问题 这个没有声音啊 就是等于左冲和是最静的一起 就是说因为这个文革问题 批毛问题而被解质和受到冲击的 这一个一个一个事件 我记得这个纽约去年搞文革50年研讨会啊 徐有余先生在场 徐有余当场我记得有一个发言 你说文革那一套东西啊 事实在中国已经复辟了 你是这样看对不对 对我是 那我想听你解释一下 你怎么会认为文革会在中国复辟 因为上个星期五我在这个我们这个导播室 也采访了这个李伟东先生 你也认识他啊 他就认为文革不会复辟 但是你认为就是说文革会复辟 我当然就告诉李伟东先生 我说徐有余先生观点可能跟你不一样 那么现在我们就听听徐有余先生的观点 关于文革会不会复辟 或者现在已经是否复辟 这是一个见了见字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大家都看法差不多 只是谈论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例子 其实我就觉得在我的看来 已经充分证明文革是伏辟了 因为大家知道 文革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毛泽东是不能批评的 不能理论的 或者是说上道士都是不行的 当初其实林彪就有一个说法 就对毛泽东如果大家要理论 也要批评的话 叫做全党共租资 全国共讨资 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现在我觉得已经恢复到这么一个局面了 我觉得其实文化革命 一般人表面上认为是一个大民族 文化革命在自己也号称 毛泽东也说是文化革命要实行大民族 其实那完全是一个非常假的东西 文化革命与什么大民族相反的一个东西 更带实质性跟更说明问题 颁布了一个叫公安六条 上面就明确的规定批评毛泽东 批评林彪 那就是根本就不行的 公安机关就要抓捕 而且跟现在一样 叫做要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就是政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跟群众的这种东西相结合 我觉得现在这一点是做得特别像的 我觉得现在刚才我们理论这几个人受的处分 就是你理论了毛泽东 或者对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 这一点我觉得甚至连 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情况都不同 那时候其实党内军内或者是全国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都是很多的 因为把文化革命把中国搞得那么糟糕 带来了一场浩劫或者是灾难 大家对他的很多理论很多批评都还是可以的 甚至党的决议实际上对毛泽东犯了两种错误 也是有所指出的 现在就这么大家理论了毛泽东 我觉得无论如何还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的事情 现在就要这么做行政处罚 然后群情汹涌的全国性的声讨 真是有点像林彪说的全党共诸治 全国共讨治 我觉得这在我看起来就是文革复辟的一波非常明显的证据 这个好像我印象之中这个确确实实这几个人通通跟批毛有关系 事实上这个如果要论到因为批毛而倒霉的话 最近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印象更深的应该是这个央视的那个逼福建事件 央视的逼福建因为是在一个私下里的饭局 批了毛被人偷露后来给弄到这个网上去 最后呢这个也把工作丢了 这是这个我觉得印象中是这样一起比较早的一个事件 然后就是到今年今年这个一月份以来 这个事情在有一步加剧的失态 那么我看呢 我们这里有人节目叫做左毛们在定点清除他们眼中的这种这个敌人的 那么现在清除了好几个 下一步呢我估计啊 这个你觉得可不可能把目标移向北京的什么毛于世先生啊 什么贺卫方先生啊什么张庆房先生啊这些几个 在中国鼓吹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人 如果你老徐如果要在中国的话 我不记得他们矛盾也会描住你 你觉得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这些毛左门会从地方包围中央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首先我我只想做一般的猜测 我觉得形式是会越来越糟糕 但是我很不愿意具体的说谁会倒霉 因为这种说了以后 万一不幸而言中我这张乌鸦嘴也 我客观说我希望他们都是平安的能够度过这段时间 最好中国不要有什么人 因为自己的言论因为利用了什么大人物就遭受这种成熟 我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愿意一般跟抽象的时候 情况是越来越不乐观的 越来越不乐观 我记得我跟李伟东先生讨论的时候 他把这个毛左门就是现在这个毛左门分成好几派 分成好几派 一派他认为跟这个政权关系比较暧昧 或者跟这个单近中共的领导人关系比较暧昧的这批人 他们认为他们并不是真的毛左 他认为他们是毛左里面的投降派 他点了几个名字 例如说这几天报的大名的苏铁三 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民主大学的教授张红良 他认为这两个人并不是真的毛派 他认为毛派的人 真毛派的人应该是有毛批邓 甚至于批目前的北京领导人 这是比较真毛的 而假毛的这些人 他虽然是拥护毛泽东 但是对邓小平甚至于现在的领导人 他都是不太批评的 因此他说有真假毛左这样的问题 你觉得这种划分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是研究这方面的 你觉得它划分正确吗 我看法跟它相近 但是也有差异 当然我觉得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有人是在理论上是更讲究一贯更彻底 所以他就观点就很走火入魔 他不管不顾 这种理论上跟逻辑上的结论 把它带到哪儿 他就到哪儿 这是一种 但是可以理解大多数时间 他不论他的思想多左 当权这种政权的围理 他是要考虑的 他对自己观点是要打一些折扣的 当他的观点要导致 他跟现行政策有冲突的时候 跟现行政策有冲突的时候 他会做一些妥协 我看你明镜节目 苏铁山就这样 实际上这种情况 他理论上不一致 就会出很多问题 比方苏铁山 一方面他认为 薄熙来是完全不罪的 那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薄熙来完全不罪 所以谁让他 马上就要得出一个结论 那薄熙来案件是一个原案 他又不这么说 他又反而要说薄熙来一家人 实际上是特别 拥护 拥护习近平的 这种矛盾实际上 他自己是无法自愿其说的 但对他认为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实际上在现行的 这种政权之下 他也有他的威势 同时他又坚持他极左的东西 这是一种令论 另外呢就是一门行事走到底的 走到底呢我觉得 但是大多数人对现行在当权的人 还是没有表示明确的反感 我觉得说的最多的还是 拥护毛泽东反对邓小平 像我刚才说到 我们在香港开会那时候 就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广佛口号 然后又广佛口号 达到邓小平 我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至于他跟 现在最高领导人的态度跟关系 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实际的考虑 这一点我觉得 我没把他做一个标准 看来是真的 是真毛主还是假毛主的情况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社会 这个毛主基因啊 它这个一直在 如果呢 没有一个外力的作用的话呢 毛主基因的话 也许就 大家都看不到那么明显 它就发作不那么明显 你说这个重庆啊 他因为有一个薄熙兰先生在那 然后呢 这个搅动了一些这个一些事件 因为重庆的成为一个红海洋 他有一个下层和上层的 这种关系的结合 这是这个文革复辟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个在邓小平时期呢 上层对这个毛批评的多一些 叫做戚风啊 问题三分成绩 戚风错误 因此呢 毛左门的这个声势就给压下去了 那么在江泽民时期 我们也知道在胡锦涛时期 并没有形成这种燎原之势 那么到现在呢 好像啊 就是说毛左门 底层的毛左门公开在大街上 上街 有两个例子啊 一个是这个 2012年918事件的时候 北韩教授 韩德强 在大街上 公开伤一个八岁老人的耳光 是不是啊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发生任何故障 你看这个 我们看那个电影上啊 大学教授 打一个80岁的老人 在任何一个法律意义上 他应该 他是犯罪的 但是中国法律对他开了一个门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一次在邓教授的问题上呢 也有人在在这个大街上打人啊 他这个有一个人有一个人被打了 打了以后呢 也没有发生法律后果 是吧 这是一个 相反呢 反而这个批毛的人呢 反而就越来越糟糕 一个迹象就是行政权力 就是国家权力啊 开始跟底层法毛的这种势力啊 形成一股河流 那么这样法毛势力 就得到了一种这个弹药补充 毫无疑问 这些人的势头就越来越大 你们看到从山东啊 上街游行 还有警察在边上 护卫的一般的自由派上街游行 看看 门都没有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左撑河这个问题处理上 这把家伙基本上是在省政府 在省在政府机关面前游行啊 人家屌乱社会 这个这个国家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啊 当局也没有拿它怎么样 那么我觉得 我有一个很深的担忧 就是说现在的毛左 为什么这么做大呢 一个最大的因素 就是说毛左的底层的这种力量 和国家的公共权力 已经形成了一种 这个叫什么呢 一种合谋或者一种合作关系 这个是不是最可怕的因素 才导致现在有所谓的文革复辟之说 对这一点我是同意你的说法 实际上现在中国底层的毛左的势力那么残绝 我觉得跟上层的政策的倾向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甚至更久的时间 毛左的这种势力就完全不是这么残绝 因为当初我觉得政府的态度还是对毛有批评有肯定的态度 至少对那种非理性的那种残绝的做法 它是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群将的这种支持 现在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多 其实有一个很政治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 一个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实际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这话翻译成大北话就是政府的态度其实相当决定了民众的态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整个来说是中国从文革的苦难中间走出来 大家痛定失痛 整个领导集团整个政府实际上对文革是一个否定态度 所以当初那种毛左的这种思想就不会形成那种大泛滥跟大成绝的这种局面 现在之所以会这样就是看见上面的风向 我觉得对下面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 这方面我觉得是值得忧虑的 如果光是群众一般有这种看法 我觉得这是属于他的思想自由跟言论自由 如果从行政上去对他们的非理性的形容采取重用或者是支持的这种态度的话 那就会是这种毛左的这种极左的东西 这种灰洒就会火上加油会起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上头的态度其实是很关键的 这个我跟李伟东先生讨论问题的时候 李伟东先生他强调一个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一再强调 不走老路不走回头路 是吧 同时呢 这个下沉的这个这些这些官员啊 例如说处理左春河这个官员 他在处理宣布处理左春河的决定之后呢 他还说了一句什么呢 我们要坚决团结在习总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讲证的纪律 那么等于是啊 习近平在上面说 不走老路啊 这是李伟东先生认为啊 习近平不会回到文革去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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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主要的一个一个论据啊 这是他说的 但是呢 地方的这些人 全都打着习近平的旗号 在处理这些人 那把这个左春河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处理完了以后 说我们要团结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那么上层的发出这种模糊的信号 实际上发出是一个模糊的信号 是吧 地方当局用权力在处理这个啊 批毛的人 那么上层发出的信号啊 是个模糊的信号 李伟东还说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在今年的文革五十周年的时候 这个当局发的这个人民日报发的一篇文章 并没有肯定文革 是吧 并没有肯定文革 因此呢 他说这个里头是不是 上层或者中国的这个政治圈 关于毛的问题上 现在处于一种封灭状态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坦率说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上面的信息是 默服着这一回事 其实我们衡量这些东西 不光是看言论跟他发表的宣言 实际上还是要看效果跟实际行动 我觉得现在中国搞的是 一切都是向党中央看齐 一切都是一个调子的情况下 你说下层官员是那么诚心的 像跟上层对着干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完全是看看上层的风色 所以我觉得这种矛盾 我觉得不理夸大 甚至有没有矛盾 我觉得都在我看见 都是一个很难说的一个事情 至于说步骤老路 那现在这种做法 实际上跟文革都很一样 这东西我觉得这种 这种差异我觉得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只是一个 口头上一种说法 跟实际上怎么做之间的这种差异 所以我觉得非常令人担忧这种局面 而并不是说下面有些人不听上面的话 我觉得上下之间 我觉得不协调的东西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这个 说中国现在不会回到文革的一个最 一个最有利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根据韦东先生讨论 他认为毛氏的这个文革呢 他是这个 对现有的官僚体系的一个挑战 就是毛啊 他就认为这个现有的官僚体制啊 是他权力的一个障碍 因此他发动文革 是用几层的群众来打票 打破这个官僚集团 甚至于这党内还有一个刘少奇这样的 对他来说构成挑战的野心家 英毛家 那么对现在的习来说 他没必要去打破这个权力集团 他也在中共现在这个体制以内 也没有一个类似于像 这个刘少奇这样的野心家 英毛家 如果有的话 那么周永康 令计划这些人 这些野心家 英毛家已经被他送到监狱去了 因此呢 在这个意义上 习不会发动这个 他的这个文化大革命 这是他不会回到这个 文革区的一个 一个有利的一个论据 但是他提到呢 毛 刘邓氏的这个文革 这是一个新的 一个看法 就是他们在文革中呢 有另外一种思路 就是说 政治上啊 反击右派 那么呢 在这个法律上啊 就是抓人啊 来呀 他说刘少奇的这个老太太在这个搞四清运动的时候 那手段残酷之极啊 冤架错案遍地都市啊 他说那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文革啊 但是毛的文革跟他们不一样 毛的文革是啊 就是打破关照集团这个文革 在这个意义上 他认为中国不会发生文革 还有一个意思 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的就是呢 王熙泽先生 因为这个李伟东先生 在这个讨论中提到了这个王熙泽先生 王熙泽先生呢 作为一个海外的这个毛派的这个代表具体具名人物啊 在李伟东先生提到 所以王熙泽后来先生跟我有交流 他就说啊 这个文革啊 后头啊 还有一派是人民文革 什么叫人民文革呢 就是他们这些人啊 当初啊 头脑简单了 不听毛的啊 支持毛 被毛所供货 后来发现毛搞的那套东西不对 因此呢 底层又有一部分人起来反对毛泽东 他把这一批啊 起来反对毛泽东 转而起来支持周恩来的这批人呢 他们搞的他们认为他们搞的是人民文革 因此这样的话呢这样的看到有三种文革啊 三种文革人民文革啊 毛泽东的文革啊 刘邓氏的文革啊 您的您是研究文革的这个专家 你对这所谓的这几种文革是怎么看的 我这也说了很多问题 我一见一见的说完 OK 首先我觉得 李伟东先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从那种意义上 我们当然说文革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在今日中国来扶植出来 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毛泽东搞了一个 死不前例的群众运动 而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基本上我可以肯定他不会搞一种 死不前例的这种群众运动 而且他搞的主要还是维稳 群众有一点动那那都不行 在这种意义上当然就不会有一种 亿万群众发动起来的文革 这一点是不会有 但是这一点只是文革中间的 一个重要的特点之一 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 是不是文革就不能来呢 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实际上文革的很多 也是同样重要的特点 现在都具有 比方毛泽东是不能理论的 不能批评的 谁批评的就是全党共租资 全国共讨资 那这有文革的特点 这个特点就有 比方狂热的意识形态 看红书 唱红锅 现在搞到人民大会上去唱那种 还高教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种疯狂的狂热的意识形态 这也有 这跟文化革命也是一样的 比方看待外部世界 觉得是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帝国主义一直在搞阴盟 要把中国是 这个很像 现在很像 这些也是 替美国 对 其实让人最动感情的觉得特别像文革 特别恐怖 特别让人回想起文革中央恐怖事件 比方那时候文革中央经常游战失重 哪一个人被宣布成是反党分子 右派分子或者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就要用轮到汽车上去五花大阪去游行 现在的凡事虽然不是采取 轮到汽车上去游街或者搞五花大阪 但是现在到中央电视台去认错 认错 我就不同意这种问题 我觉得我举出了那么多特点来说 跟文革是那么相像 特别让人在感情上 文革中间最令人恐怖的 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东西 现在都恢复了的话 所以我觉得文革的伏辟是 不但是可能的 而且就是一个现实 这点上我跟刘维东先生的观点 我们共同的都承认是 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不会有了 这点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之间的结论还是有差异 我觉得文革还是有可能伏辟的 这是一方面 至于讲到有几个文革 我觉得 照我研究文革 文革就是一个 就是毛泽东想打倒自己的政敌 想要把中国建设的全球万代红色江战 就这么一个文革 至于那些东西都是 文革从前派生出来的东西 如果没有毛泽东 靠自己的过程崇拜 靠过程的自高无上的 独断的垄断的权力的话 就搞不起来 就这么一个文革 另外东西都是在 毛泽东这个文革中间派生出来的东西 那东西叫做第二个文革 跟第三个文革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是太赞成这个题吧 比方说有一个刘少奇的文革跟邓小平的文革 我觉得 我显然就觉得 这种观点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不能同意的 刘少奇跟邓小平实际上是毛泽东搞文革 他要发动群众要打倒刘少奇 他实际上要搞很多阴谋轨迹才能达到目的 因为他的政治对手还是非常掌握了历练的 他故意把党中央的权力交给毛泽东跟邓小平 让他们去派工作组到学校去镇压学生 让学生对他们不满意 跟他们形成尖锐的冲突 让他自己摇身一边说我是支持学生的 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 实际上他是让对方犯错误 挖了一口井让刘少奇邓小平去跳 然后邓小平跟刘少奇用以前的老办法 群众一又起来的话就要打成又 把群众打成右派 打成反动学生 这种东西我觉得要把它说成是 刘少奇跟邓小平自己有一个文革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这只是文革中间一个查局 而且这个查局是毛泽东挖了一个坑 刘少奇跟邓小平果然就跳进去了 然后毛泽东又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把他们打倒是这么一回事 至于王岐泽说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是听别人的转述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准确的 因为我对王岐泽的观点是非常了解的 王岐泽他最早发表一篇文章 我给他肯定他就最早提出人民文革的人 他实际上那篇文章叫做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他话里面是那么说的 他说毛泽东实际上本来就是缔造了一个 维持了一个非常集权的统治 但是他认为这个集权还不够 自己权力还没有集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地步 他还要更加集权 所以他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他实际上当初对毛泽东那种批评是非常犀利 非常尖锐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他并不认为是支持了毛泽东 还是支持毛泽东是一回事 然后支持周恩来是另外一回事 支持周恩来的是一个人民文革 这实际上是把这种观点实际上把 1976年的秦明节对周恩来的支持 那时候真正确实是体现了民心 把这些事情混淆在一起了 王熙泽先生的观点不论怎么样 我当初认为他对文化革命的分析 跟他对毛泽东的抛弃是非常正确的 据我所知他现在并不是持这种观点 但是我们要把事情搞清楚 这个是王先生看到我跟李伟东的节目之后 用我们在这个语音中留言 他给我留下来的 他给我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那肯定不是 如果我们把他在那时候发表的文章 就是毛泽东有文化大革命 我刚才引证的是他的远远化 他实现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 就是他自己缔造的极权的 垄断了极权的这么一个东西 他认为还不够 他还要大大的极权 他对现在的极权的程度 他非常不满意 我觉得他现在的观点可以有变化 但是当初那种说话 说得那么大快人心的话 他要否定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我个人当初看他的东西 我觉得说得非常深刻 非常尖锐 非常犀利的 我觉得现在你可以改观点 但是过去的事实你不能改变 我们都知道有人把现在的毛泽东门 就是底层民众 他比如说义和团 我们都知道义和团的结局 他的起因是受官府调动 他也新起来的 他的结局也是在官府的镇压之下 给销声匿迹了 那么文革的这些毛主们 大家都知道 命运当初的一些领袖们 后来都是有很凄惨的下场 是不是 那么我隐隐觉得就是说 现在这些毛主们 别看他今天整的邓向超 整这个左春河 整这个刘勇 但是呢 我想了这个政权 就现在的这个政权 一旦他站稳了脚跟 尤其渡过了2017年 这个最危难的年头的话呢 他们反过头来 有可能就去镇压这些人 因为你刚才谈到 现在的领导人 不会允许这个疾风暴雨式的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中国在任何一个意义上 他都不会允许的 所以说我有一种预感 就是这些毛主们 现今的得益的毛主们 是不是有一个悲惨的命运 一种预计 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首先我表示 我觉得你用利火团来比喻 文化革命中间那种 狂热的盲目的群众运动人间的群众 特别是造反派 我自己也是文化革命 也是参加造反派组织的 也是一个中途的造反派 我觉得这个比喻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他感情上受不了 但是我是非常赞成你这种说法 就是利火团 利火团用两个特点 第一他是被官府 调动起来的 第二他是被官府利用的 第三他又被官府 镇压 镇压下去 利用之后的镇压 这些特点我觉得 跟文化革命中间造反派的命运 是一模一样的 至于现在呢 我觉得还是要分成两层来说 如果是真正的有一种 理论上彻底的 理论上彻底的首尾一贯的主张的话 就他要导致 或者是拥护毛泽东 反对邓小平 也反对现在的最高领导人的话 那他的下场可能就跟利火团 跟照反派差不多 但是呢 我们看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有这种 任何朝代任何时代任何国度 其实大多数人 他持一种宽热的盲目的这种疯狂的观点的话 他实际上对当今的统治者 他实际上还是持一个很 很驯服的这种态度 这种人他当然就不会被镇压了 如果毛泽是持这种态度 就是你说的这种假毛泽 就是他大部分意识形态 狂热性是一个毛泽 但实际上他很小心翼翼的看 统治者的脸色的话 他走到某一步 他就不愿内吃半步的话 这种情况我想他也不会被镇压 因为走狗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需要的 而且也往往持相的 所以这种人我觉得是持左的观点 实际上分两部分 整整把左当成一种理想 当成一种信念的坚持 不管他对不对 他就是自己有这么一种坚定的信念 那么他的命运可能就是不会太好的 至于当那种一个顺民的人 当那种顺服工具的人的话 他在任何朝代都是持相 任何单位 任何情况下 一般来他都是持相的 嗯 好吧